康大招冷静科广远度 现在是4月23号 我们第一个片段聊一下全球性通胀的问题 我们前面聊了智障 包括萧条的方向 那么第一个大的抓手 可能还是通胀的方向显得比较隐性 因为经济成长有时候我们感受并没有那么深 然后接下来后面几个片段 我们会聊一下比特币 特斯拉他们出现了下跌 特别是比特币跌幅较大 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然后我们还说short 哪些东西还是可以做空的 然后还有我们说失业的问题 全球性的日本韩国德国这边会不会有发生什么变化 力量的变化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 我也比较关心的问题 其实是汽车产业的问题 也会比较关心一点 但是我们说通胀还是要先来 通胀我们前面说的滞胀很重要 就是这个我们指的是全球性 全域性全局性的 因为我们说一体化全球一体化 然后财富的分布 包括说工业的分布 各方面实际上我们都要用一体化的思路来看它 然后才能找到问题找到症结 然后也去想相应的解决办法 现在通胀的情况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是什么情况 就现在这两天我们国内的新闻在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像宝洁 PNG Procter & Gamble 然后还有一些像其他的可口可乐 这两个巨头都是他们的CEO 他们全球CEO说要涨价 我们注意像这种产品的话 一般不涨价 可口可乐20年基本上没有什么价格变动 甚至涨上去了它会跌下来 少见啊 那宝洁那他一般是涨了就不跌 那宝洁就说了他的纸用品 纸尿片啊 女性卫生用品啊 包括说这个方方面面都都都都面临成本压力 包括说这个洗涤用品 都用了大量的石油化工的这个产品 那他们说这个这个是末端说要涨价 然后这个是国际的巨头 那国内的巨头是什么情况呢 有很多家电行业他们忍不住了 因为家电行业有大量的干财 我们看干财实际上是涨价的 煤炭价格其实也在高位 这个我们待会说第二部分就是这个PPI 这个工业品的价格也在上涨 那我们先说这个家电现在已经是被传导到了下游 就是我们第一步说先说已经被传导到了 那家电的情况是所有的方向 包括用工成本各方面的这个都在增加 那这样的话已经导致了一些下游买家呀 他不太愿意接受 那这样就导致了销售不忏 这个销售不忏我们要注意到 销售不忏是会影响最终影响到就业的 我说的是全球性就业 包括说我们后面前面说这个萧条的问题 这个我们待会后面就业的问题的时候再聊 那这里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家电企业 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工业企业如果说不能够吸收 这个原材料上涨的话 请问全球哪个国家他的产品敢说他不涨价 在这一轮的这个上涨周期里面 我觉得微乎其微少了 好那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末端 PNG然后这个Core Color然后我们说的这个国内的家电企业 那其他方向其实也很多我们就不意列举这是我注意到的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说的这个PPI就是大众商品的这个价格 或者工业中间产品吧就是这打包我们一块说 大众商品我们说石油相比去年的低位指数来讲的话美元油大概涨了三倍 从18到6060多那铜啊铝啊铁啊这些都从去年差不多有方倍啊 这个特别是铜啊铝这些有色金属都是接近方倍的这个行情 那这些呢已经开始传导就刚才说到家电行业了 那还有就是这个呃像其他方面的这个大众商品 比如说我们以前不太认为会去涨的一些大众商品 这一次实际上也涨幅也很大 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些新闻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但是我接下来说的这个很多草卖的朋友才知道 昨天啊也就是22号的时候 美国交易时间啊 他玉米有一个月的期货是暂停了啊暂停了 当然美国的这个玉米价格 他还是处在一个较低的位置 我后面要专门做一集美国的这个通胀为什么不高 为什么他能够压得住通胀啊 这里除了大家能观测到的理由 我还有一些我独特的看法 那美国的这个呃 粮食价格啊 其实真正出彩的地方并不是昨天的玉米 是大豆 这个大豆我从去年从 我从成都出发 我到日喀泽 日喀泽跟拉萨的时候说的最多 日喀泽跟拉萨 我看我做了四五级 我说这个大豆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三四两三级三四级 呃 说大豆要上涨啊 一直到现在 很多朋友赚钱了也没想到我 对不对 对吧 闷声发大财 呃 用在用在小驴身上 真是 哎 也不请我吃个火锅啥的 那这个话我们就说到这个粮食的价格 大豆的价格 我们说对中国来说 这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通胀的问题了 我们要特别担心 因为这个是输入型通胀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宗产品这些的话是全球你都得承受 那工业品的话 中国是可以转价的 对吧 如果中国的吸收不了这些通胀的话 我必须的你除非你有本事你不买电子机洗衣机踩电 你要买的话你就能接受我这个价格最终啊 最终的接受 当然有一些可能可以全球可以腾挪 但是腾挪的比例在工业产品里面应该不高 但是这个粮食价格是真正说容易出现输入型通胀 包括刚刚才那个说的这个大宗商品也容易出现 呃 PPI的这个问题 就是中间工业初级产品这些都容易形成这个输入型通胀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豆 这个的话 正在冲击历史高位 那么这个高位来的话对中国的油脂蛋白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这个我们前面分析了多遍不说了 不说了啊 就是这个对输入型通胀特别是粮食这个方向上 呃压力是很大的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段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处理呢 呃 当然不是我们一般人处理 我们一般人能处理的就是我们自己家庭内部呃的一些购买的节奏可以调整一下 最多草卖的节奏调整一下 当然从世界范围内有的一体化嘛实际上是可以一起去调整它的呃 中国跟美国就特别有能量特别是美国方向上 但是这个意愿并不强 我们说呃 中美现在透露出来的CPI的浓冷度美国是2%啊 而且还说了超过2%也可以浓冷至少一年以上啊 这个明白的就是说以前是说我要尽力来到百分之二这是很我们前面说过这种是很不要脸的说法 谁都怕通胀他说我要尽快让通胀来到百分之二来了之后他说我可以让百分之二维持一年是吧 这个就是说你们家底后呗是吧你们的这个恩格西数低你可以承受这个更大程度的通胀呗是吧 这个叫国内叫反尔赛式的这个你看我太穷了今天吃饭只花了几千块钱是吧 这个今天只喝了两瓶茅台就是这么一种说话方式那呃我们国内就比较踏实一点就说这个百分之三啊啊要压住就没什么问题啊是是是这么个表达 但是国内的话现在是一个百分之一还不到但是上升的数率快但是也没有表态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美双方实际上就通胀的问题并没有至少在表达上在目前四月份表达压力上面并没有表达出来 并没有说很当心对不对也就是说加息的事情真正手握王牌的是首先是美国然后是中国方向对不对 然后是日元方向然后是欧元方向呃其他的可能会先加但是他对市场变动不大你说前面一个多月前土耳其俄罗斯跟巴西就加了对全球市场有变化吗有变化就是一条新闻而已 那他们国家是可能是经济有变化但是对全球的这个局势来说他们的那种那点经济体量就没有什么大变动 所以说我们要倒过来看啊这是这个中美的情况那么就是美国加息情况那么现在看来的话通胀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啊 现在的话等到他们去真正落实去下手这个事情还有较长的时间去走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啊如果说他真正开始去做这个事情真正到压下来还有时间差对吧你要先扭转这个中间产品工业品 基础上面的这个价格的预期然后再慢慢传导到下游啊然后到甚至到这个工资水平上 还有蛮长的时间那这里的话我们传过去到底部再打回来差不多的一年的时间 你看PPI跟CPI就差不多就三个月到半年对吧你传过去一下再整整档回来 而且他现在还没表态加息呢那我们根据这个之前的预测啊加息美联储忍不住应该是在明年底 2020年年底2022年年底那2021年今年底就是三个月之后啊或者是六个月之后他就会表态将要加息就是 因为什么我们要结合保洁他们跟他这几个方向因为他们一旦表态之后这个预期就会变强 那么这些美联储他们就会就会做出手段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三到六个月国内 呃就是全球啊会有大很大的这个呃滞涨的风险萧条的风险因为萧条就是来自于滞涨啊 这个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就会导致什么失业萧条最可怕的是什么呃很多朋友说哎现在不是萧条吗 其实不不能算是现在是说我们中下层面临通缩的问题中上层实际上在通胀有钱了变得更有钱了对不对他把这个社会中下层的财富拿去 拿去干嘛做电动车有没有搞错现在几十三百家实力最强的全球最强的资本做5G做得最好的华为进来了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甚至是最大的之一恒大也进来了是吧很大的主权基金很多地方政府很有钱都进来了 这要干什么呢这都是穷人的税金啊什么东西的是吧那么你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干嘛制造泡沫而已啦穷人更加通缩了这还不是真正的大危机 真正的危机是穷人这个富人他开始塌陷富人开始塌陷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他没钱雇人了他没有钱雇佣更多的人而穷人他没有钱现在已经没钱买东西了未来他也不雇佣人了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啊这才是萧条 所以说我说我说这个事情不是说我的期待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中美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谈要调整是吧我这个经常给美国施压的是吧咱们应该好好谈一下是吧我收你一块钱美金这个咨询费 对该谈的时候还是得谈要不然你这个大哥怎么坐得稳呢是不是你这个看着全球秩序就这么崩塌吗啊这这轮如果大通胀来的话美国放水放这么多肯定是要负上首要责任的这对美元的这个的江湖地位美元的这个大哥地位是是有重大挫败的啊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啊所以说我觉得啊 好之为之当然我说的是美元啊好之为之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大概猜测一下就是这个所谓求能得能啊中美双方既然都可以承受2%到3%一个说可以多承受一年多一个说3%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想这个可能性是蛮大啊所以我们要承受一段时间的通胀是肯定的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PNG公司啊这个宝洁啊他一般不轻易涨价一涨价不调回来他就表明他每次涨价就表明这个世界之前一段时间通胀我需要通过一次涨价去消化整理他的因为像这种品牌他一般来讲利润率都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5%到10%他有这么多钱挣就可以 他利润率太高了有时候竞争对手就会进来啊没必要那么麻烦他就大概控制到9%啊就是大概就是20年的回报率啊这个比存款利率高那么一点点比存款利率高一倍比国债利率高一倍多一点啊就是这个是一般的工业企业达到这个水平好了那我们已经聊蛮久了这个其他的问题我们在在下个片段再说这个像什么这个特斯拉呀比特币呀这个问题我们再说啊